大批賽哥飛出籠子又快又猛 讓許多歌友一養就純迷 跋山夜領沒有到過的地方 他也能夠回來 就這樣子讓我內心裡很感動 這樣一接觸就是一生了 賽哥比賽可不是鬧著玩 歌子用的吃的都不能馬虎 給他最好的環境 歌友不諱言 照顧歌子比照顧小孩還要謹慎 不僅要吃人生核酸保持賽哥體力 同時為了顧骨頭顧筋肉 還得在飼料中加中藥和西藥營養品 會這麼用心照顧 就是看見背後的商機 賽哥在民間行之有年 由於門檻低 最少養食之就能加入賽局 加上賽哥獎金高 從一千元到數千萬元都有 賽哥市場高達七百億 但養隔過程卻相當辛苦 搖著紅旗代表歌子該回家了 早晚放飛一小時 訓練過的歌子會一隻一隻 飛回自己的朝乡 寶貝回來了歌主也不得閒 為了讓歌子能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蓋一個通風涼爽又乾淨的歌舍 花上個兩三百萬比比皆是 比賽回來當天有沒有 就會每一隻裝起來按摩 洗他的腳 算說他那個規復體力比較快 飼養賽哥上戰場比拼 費用動輒數萬甚至數百萬 歌友撒大錢不心疼 為的也是一舉成名天下之 在養隔界闖出名號獲得豐厚獎金 記者黃玉涵台北報導 入役 盯在 例 建強 川 迪